将安全吊带及各式扣环穿戴在身上 这群人要到吊桥进行垂降训练 已经当阿嬷了 怎么还会想要来做这个休闲活动 已经当阿嬷的学员开心地说垂降很好玩 众人一起走到吊桥中间 陆续将带来的装备安装在吊桥上 垂降砖用绳能承重两三千公斤 另外还有扣缓保障人员的安全 装备都安装好后教练带领学员缓缓垂降到桥下 过程看似轻松 不过要如何攀上桥 可就得考验学员体力 好不容易终于攀上桥 学员个个气喘吁吁 透过垂降训练 考验胆量与训练肌耐力 学员大有收获 很好啊 看风景很漂亮 为什么想要来学这个 以前之前上南搜就有上这一种课了 现在加强体力这样 现在这边是五十公尺 都五十几公尺 不会啊 我跳过两百多公尺的 那你为什么想要来学这个 就是兴趣啊 觉得爬这个就有那种成就感 很开心 就是当初就是去上课 然后有兴趣 然后就想学 因为这个有教练 他们都把那个 而且又确保 就比较不会害怕 负责训练的教练郭志成 是山难救助协会南搜队员 他表示垂降前做好双确保步骤就很安全 如果动作熟练 攀登会比较省地 多数学员都是为了自我突破与挑战来学习 从攀树垂降开始练习 进阶才会到吊桥训练 不过这项活动确实有危险性 没有专业人士指导 可千万别贸然自行练习 评论新闻章为杨振义采访报道